今時財經 點時成經 大家好 我是曾靜一 來看今天的重點財經新聞 在中央官員發表 對於房地產業的談話之後 今天我們看到內房股反彈 但是恒大股價繼續下跌 謝國中認為 官員對於房地產業的表態 有助於穩定美元債市場 雙11全球狂歡節啟動了 但是有評論說 快遞外賣造成的污染 誰來買單 中央要談的是 從能源韌性到金融韌性 中國經濟如何走在全球前 過去幾個月受到政策影響的 科王股還有內房股的股價 在前段時間大跌之後 這兩天慢慢地回來回暖了 比如說像是科王股的代表之一 阿里的股價在過去9天 就漲了三成左右 至於在星期四 房地產股也紛紛地上來了 主要是因為在星期三的時候 中央政府官員好幾個人 談到了關於房地產態勢的問題 整體還是健康的 今天我們看到 在星期四的香港市場的時候 內房股的板塊幾乎是上揚 全面上揚的 但是恒大地產下跌 在恒大地產下跌的時候 跟他交易告吹的核生創展的股票 則是大幅度地上揚 我們還是回看一下 在星期三這一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在出席2021金融界論壇的時候 就談到了 目前房地產市場出現了個別問題 但風險總體可控 合理的資金需求正在得到滿足 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 整體態勢不會變 那麼同一天呢 人民銀行長易剛也強調 恒大風險是個案風險 要避免風險傳染到 其他房地產企業和金融部門 今天我們看到 在香港股市的表現方面 房地產板塊的指數 上揚了2.34% 恒生指數 我們看到恒大地產 中國恒大的股價 則是下跌了12.54% 核生創展的股票上漲7.57% 港股今天反覆下跌 雖然美股道指 隔夜創歷史新高記錄 帶動了恒生指數小幅度 高開5點之後 進一步上揚 曾經上市將近一個半月來的盤中高位 但是連漲4天之後 大盤失去了動力 加上恒大問題繼續困擾市場 脫裏大盤上午中段開始掉頭向下 收盤的時候 恒指下跌118點爆 26,017點 科技股指數爆 6636點 跌55點 跌幅0.82% 主板成交1479億港元 關於恒大這個問題 那麼早前市場已經傳出了 中國恒大出售恒大物業50.1%的股權 給核生創展會觸交 買賣雙方 昨天晚上發布的公告 確認這個交易是告吹的 恒大說 有理由相信 核生沒能符合全面收購 恒大物業的先決條件 所以終止了交易 但是核生就反駁說 恒大沒有按照協議在10月12號完成交易 又說在訂立協議之後要求修改付款條款 做法不可接受 也就是說恒大物業交易告吹 那麼跟核生創展這個事情呢 雙方各自有不同的說法叫羅生門 今天內地股市表現方面 上陣宗旨升7點 山城旨跌7點 我們還是回到市場最關注的中國房地產業 未來的情況會怎麼樣 在星期三這一天 一天之內有好幾個中央政府的官員 談到了跟房地產有關的問題 那麼這個其中是副總理劉鶴 特別談到的是 房地產業合理的資金需求 正得到滿足 關於這個問題 市場關注特別合理的重要 因為房地產其他的企業 能不能夠獲得合理的資金 來滿足他們接下來的發展需求 尤其是在這樣的數據持續出來 國家統計局在昨天公布的數字 顯示按月來計算 70個城市的新樓價略跌0.08% 這是77個月來第一次這樣下跌 其中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 他們的新樓價分別都有 8月份的升0.3% 0.2% 轉為持平 二線城市則是由持平轉為跌0.2% 二手樓價按月跌0.19% 連跌兩個月了 那麼這個時候呢 內地方地產業急速降溫的時候 中原中國主席李明凱 回應文會報提問的時候就說 他們公司最近幾個月確定 確實是大部分的門店錄得了虧準 尤其是二手交投業務 將會削減大約是三成的門店 也會削減部分分公司的規模 要預測這次的跌時會維持一段較長的時間 目標是削減到不虧損的狀態 中國內地在改革樓市的時候呢 曾經大家都在想說房地產稅的這個推出 什麼時候可以推出 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中央正在採取措施打算消除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破墨 本來提出的大約有30個房地產稅的試點城市 現在已經削減大約是6成7 到只剩下10個做房地產稅推出的試點 《經濟日報》的文章談到了 內地房地產業問題牽連非常非常的廣 所以穩樓市就是保經濟 從最近一連串官員的談話可以看得出來 更多的消息馬上聯繫的是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中幫我們分析 MG你好 好 君主好 這一段時間我們看到中央的官員 紛紛談到了對恒大地產的看法 說是一個個別事件 個別風險 也談到了對於房地產業的表態 那麼從目前的環境來看的話 官員對房地產業的表態 究竟可以起到些什麼樣的作用 有些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主要還是想穩定人心 特別是穩定香港的美債市場 因為我覺得政府不希望破產紮堆 這樣的話可能就會引起房地產市場的硬著陸 這個可能就是要對穩定的話是一個挑戰 我覺得這些中央還是希望能夠消化的話 要比較長的時間來消化中國房地產的泡沫 我記得在恒大違約事件剛開始的時候 你在我們節目當中已經談到了 恒大事情的處理是分兩個方面的 一個就是在境內 一個是在境外 境外就是按照這個市場化的方式來處理 尤其是在美元債方面 那麼在這兩天官員談到 恒大是個別風險 個別事件 這意味著對恒大的巨額 境內外債務接下來會怎麼樣的處理 也沒有更進一步的一些消息出來呢 我覺得就是恒大的話就是必須在國內的債務 還清之前 還清之後的話 才有可能給還那個海外的債務 這是中國的法律的機構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先給海外的債主的話 就是分錢的話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從這個來說的話 就是恒大的情況是不會變得變好的 但是我覺得是政府的話 是希望市場不要一概而論 認為其他的也都不會還錢 因為這個以現在市場上來說的話 在債的價格掉了很多 所以大部分方面的公司 可能都沒法債融資 如果沒法債融資 那現在就是破產就是自我實現的 也不可能一直拿出那麼多錢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還是一個挑戰 但是政府現在還是希望 通過政府來說話的話 能夠穩定在香港的美元債市場 這個穩定確實起到了作用 今天我們看到就是有消息者 雖然有一些個別的房地產企業 還是在債務歸還上面 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壓力 但是對市場來說 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雖然今天的香港股市 繼續受到恒大事件的這種壓力 但是我們要關注的就是恒大以外 其他的房地產企業 如何能夠度過現在這樣的一個艱難的階段呢 我覺得就是那個很快的就是 把增加銷售的速度啊 現金回籠 就我覺得這是一個現在一個唯一的辦法 然後呢還有一些比如說土地的話 要在二級市場裡面能不能就是轉讓 這都是一個現在最重要的是 要把現金的話就是提高現金的回收率啊 不然的話就是你還是等一下過去的話 就是每到一浪的時候 或者一波波動的時候都是拖 再不還 什麼都不做 然後呢市場的話又回來了 大家都又忘記了 過去這十幾年的話 就是每一浪的話都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這次的話是不一樣 因為這次的話又中央的話又明顯的 對負債率的話有三條紅線 只要這些政策存在的話 中國的這個市場 泡沫再維持下去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所以這個去泡沫化的過程的話 要怎麼處理是很明顯的 因為全世界的話有很多這樣的經歷 就是要回落現金越快越好 非常謝謝Andy 謝國中我們所做的分析 因為關於這個恒大的事情呢 銀保監會統計信息跟風險監測部 負責人劉仲瑞就說 恒大集團的問題是個別企業的問題 判斷不會對行業或整個中資企業的信譽 帶來大的影響 繼續關注的是恒大債務 是來自於擴張太大 而且這個舉債過高等等的問題 那麼關於這個部分呢 繼續要關注官員談到的就是 如何看這個企業債的發行 還有關於這個資本無序擴張 這個問題呢也是關注的 但不是說針對個別的企業 繼續談談官員的最近談話 近年來內地企業債債券違約個案上升 中正監主席議會滿 昨天在金融街論壇年會上說 要堅決從源頭上遏制過度發債融資 一方面要建立完善跨市場信息共享制度 聚焦控制發行人綜合負債水平 健全有效的債券融資約束機制 防止高槓桿過度融資 另一方面呢 進一步壓實中介機構責任 完善債券承銷評級等業務職業規範 還有中國發改委提改斯司長 徐擅長星期四表示 最近這段時間有關部門 針對資本無序擴張 還有壟斷等等違法違規行為 出台了監管舉措 這些舉措針對的是無序 強調的是規範 是推動相關行業健康發展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務實行動 必要之舉 不是針對特定所有制企業 更不是針對特定所有制的特定企業 他說在這些整頓當中 由此引發的所謂打壓民營經濟的 曲解和雜音是毫無根據的 他是在發改委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上說 依法整頓市場秩序 促進公平競爭 是成熟市場經濟的表現 將為包括民營企業 在內的所有市場主體 創造更公平 更優化的發展環境 而中國國家事務總局局長王軍 在人民日報刊登的 專訪文章當中說 要推動民意稅費 稅率 稅費不斷地降低 還要把實際徵收率提上去 把偷稅逃稅的行為打擊掉 那麼他在文章當中說 要健全監管體系 嚴厲打擊偷逃稅的行為 我們繼續來談談 是跟這個相關的 因為我們在從昨天以來 看到很多官員 對於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還有風險等等 做了很多的表態 我們會在這裡會談談 就是從這些表態當中 究竟看到些什麼樣的發展趨勢 一個他談的是 關注防風險跟穩發展的 動態平衡 這是中國官員透露出來的信息 另外一個是 治理資本市場當中 過度發債融資的問題 這段時間從恒大的事件 外界一直炒作所謂的雷曼時刻 但是我們其實發現 雷曼時刻並沒有發生 它還是被界定為 確定為在一個範圍之內 所以大家也很關心 作為一個總體的行業來看 大家都知道房地產 是一頭灰犀牛 怎麼把這個灰犀牛給它勒住 然後按理所希望的方向 讓它去發展 去化解 從昨天在金融街的會議上面看到 無論是劉鶴副總理的書面發言 還是幾位主管的行長 這個部長們的發言 就可以看到現在一個新的提法 就是防風險和穩發展 是一個動態平衡 就是你不能夠用禁止的方式 去看待防風險 對吧 那麼這個防風險的目的 還是要和穩發展 要有機的結合起來 那麼這個思路 你落實到房地產的貸款 就可以看到劉鶴副總理 昨天特別強調了 就對那些正常的房地產企業 它的資金需求正在得到滿足 因為大家都清楚 房地產企業是一個 資金密度非常高的行業 如果說你突然給它斷了的時候 再健康的恐怕也挺不過去 單靠預售款 單靠打折去銷售 是回不來那麼多錢的 所以就是這兩個做到一個平衡 但是我們還看到 就是中國的金融監管部門 非常小心地去監測 金融體系裡邊 哪些地方可能出在 出現潛在的系統性的風險 所以這次有一個明顯的提法 就是關於企業債的問題 企業債的問題 因為恒大還有一眾的房地產企業 我們都說是垃圾美元債 其實國內也有債 好了仔細一梳理就會發現 中國上市公司所發的 就是證監會交易所裡邊 所管的這些債是量非常大 那麼IPO以前我們說 資本上主要以前是靠IPO 現在不是了 因為你大量的已經企業現存在上市 那麼他們融資很大成分的是靠發債 近發債就已經是8.8萬億 在過去五年 而這個IPO和債融資 IPO式的債融資是5.5萬億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突然發現 怎麼樣有效地去監管上市公司 通過資本市場來發的債 那個債拿到之後怎麼辦 因為會突然發現 這個問題突然累積出來 所以我們說就是金融監管 和金融市場裡邊的發展 其實是一個動態平衡 需要監管的思路不停地去創新 然後去走在這個前面 去把潛在的風險發現給它解決 謝謝洪輝 消息後來關注的是中國的消費力 過去12年 每一年都在增長的天貓雙十一 今年會是個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稍後見 歡迎回到京市財經 每年大型的電商購物結束 天貓雙十一是看中國的消費力 還有消費模式變化的最重要的觀察點 那麼在今年的電商 它分的兩個階段來要銷售 現在算是一個預熱階段 不過由於在前一段時間 科王股的股價上漲挺多 比如說在過去九天 阿里的股價已經漲了三成左右了 所以今天大勢看起來的 阿里和京東的股價是下跌的 但是他們已經為雙十一開始在預熱 阿里巴巴昨天正式啟動 天貓雙十一全球狂歡季 那麼今年雙十一的規模實力 來最大的 共29萬個品牌參與 創下新的記錄 促銷期間會提供超過 1400萬件折扣商品 活動設有兩個售賣期 第一階段是11月1到3號 第二階段是11月11號 專門會設立一個 綠色低碳消費的 一個情況 那麼最主要設立專門的 綠色會場展示節能消費產品 以及發放價值 1億元人民幣的綠色購物券 還有從11月1號開始 阿里旗下智能物流網絡 菜鳥會在全國20個城市 超過1萬個菜鳥驿站 循環再用寄件包裝物料 減少購物界的碳足跡 這時候有一個報導談到了 有個評論說 快遞外賣造成的環境污染 誰來買單 財新網刊出了 專欄作家林彩的文章說 本著誰受益誰買單的 社會公平原則 快遞和外賣造成的環境污染 應該由電商 快遞 還有外賣企業以及個人 承擔相應的環保成本 他建議的是要提高環境稅率 促使包裝企業全面採用生物降解塑料化 數字顯示了2020年快遞業產生的 塑料垃圾大約是140萬噸 其中電商平台快遞業務產生的 塑料垃圾大約112萬噸 另外全年外賣業務產生的 塑料垃圾103萬噸 塑料包裝造成的環境污染 已經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環境問題 最近節能減排 是全球在即將要召開的 氣候變化會議當中 帶來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 但是既要節能減排 但是全球能源短缺 也是個最大的問題 中國現在越來越多的官員 認識到不能夠一刀切的 運動式的減碳 同時要對那些發電 煤電的企業 也是要合理的金融支持 來看一下中國在面對缺電的問題 煤價高盛的問題 有什麼應對方法最新的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星期三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 指出今年冬季 北方等地區 氣溫較常年同期偏低 甚至可能出現極端天氣 要確保冬季 北方地區 特別是東北供暖 全力保障供暖用煤生產和運輸 依法打擊煤炭市場操作 同時要合理控制城市夜景量化 確保人民群眾安全溫暖過冬 要求進一步加大對中小微的企業 紓困政策支持力度 那麼政策層最近對於煤炭的價格 干預力度比較大 但是煤價的漲勢還在持續 所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 在星期三的深夜就回答記者 以回答記者的方式談到了 證監會會積極主動 督促並取指導交易所 採取提高手續費標準 收緊交易限額 研究實施擴大交割品的範圍等多項措施 堅決抑制過度投機 杜絕資本惡意炒作 動力煤期貨價格硬生下跌 郑州商品交易所在星期三晚上也宣布 會調整動力煤期貨的交易標準 單日開倉交易最大數量是50首 發改委官員繼續在重要的港口 和煤炭產區去調研 中國銀保經會主席郭樹清 昨天在金融政論壇也談到了 中國一些地方早前出現拉閘限電 反映了基礎設施建設 運營和節能減排等多方面的矛盾 他認為要從實際出發 推動實現雙碳目標 不能夠脫離實際 不能盲目跟風節談 要平穩過度 不搞一刀切和運動式的減碳 還有在金融政論壇上面 中國銀保經會副主席蕭元啟 也談到了實現綠色低碳轉型 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在完成這個目標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制定分階段逐年的計劃 或者是實施路徑 他認為對傳統行業金融業 不應該簡單地將它排除 在服務範圍之外 而應該針對性的 開發針對性的產品 滿足低碳轉型過程當中 更新技術 設備 人才等要素的 自行需求 還有國家發改委提改斯副次長 講義就說鼓勵敵方通過補貼等措施 對小微企業用電實行優惠 說在當前電力供應偏僅的情況之下 市場交易電價是可能出現上浮的 但是發改委提出了很多的措施 這些措施會有針對性的安排 可以有效對沖中小企業 在交易電價上場的時候 帶來的生產成本的影響 四大煤炭集團也做出了 一個穩價保供的承諾 說為了引導煤價合理回歸理性 服務能源大局 最近國家能源集團 煤炭經營公司 還有中煤集團 晉能控股集團 以及一炭能源集團 都做出了動力煤保供穩價的承諾 而其中中國國家能源集團就說 5500大卡港口平倉 不超過一噸1800元 文藝就此來講的是 從能源韌性到我們上一節 一直談到的中國的金融韌性 中國的經濟究竟如何走在全球的前列 從韌性的角度來看 原來我們強調的是供應鏈的韌性 其實現在這個韌性在美國 在歐洲還沒有解決 馬上的聖誕節的購物季 就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馬上這個冬天大家又看到了 就是能源的韌性 缺煤掃氣 這口氣怎麼喘過去 對不同國家都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這個時候光靠市場是不行的 因為市場可以把這個價格 拉得非常的大 大了之後 這個發電企業恐怕就發不出了 還有很多從事天然氣和煤炭行業的 這些企業就破產 破產其實解決不了供求的矛盾 因為尤其是北半球的冬天 這個冬天來了之後 如果說你沒有足夠的電 沒有足夠的暖氣的話 它真會出社會問題 從這個中國的決策者的情況來看 昨天又提出一個新的詞 叫金融的韌性 你仔細看一下 幾位行長和銀保監會 證監會的官員的發言 他們其實是對當前的金融問題 從不同角度去闡述金融韌性的問題 所以咱們在上一節談到 像對於房地產企業 他們的資金到底是一個怎麼看待 然後由此引發一個系統性的潛在風險 怎麼去有效的防範 就是資本市場裡邊過度發債 因為企業發現這個是個好事 利率比較低 它是一種直接融資行為 而且這個錢很容易拿回來 但是真到還的時候 或者說在某個行業扎堆要還的時候 就發現出問題 但是市場本身它是有韌性的 因為這個好處就是 債它是可以交易的 就算現在的一些流動性有問題的企業 它們發的債也是可以交易 無非就是價格更低一點 然後低了之後呢 就是願意承擔高風險的 它就敢去買 這不就市場就把這個風險 給傳導和分散出去 我也比較關心 像郭書欽他昨天談的東西 他就是談的多方面的 他第一個問題談的 就是在中國未來建築業 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因為這裡面就間接地回答一個問題 如果說房地產不能夠 像以前那樣發展的話 因為你是高槓桿嘛 然後又是高負責 而且現在中國人均的這個房子 基本上是過剩的 除了一些局部性的大城市之外 但是呢他就提出建築業 就算是更新的 還有一些這個老舊的要改的 也是足夠支撐的 就是呢在中國的決策層 它們對於未來 整個國內經濟局面的改變 發展趨勢的改變 中國和外界的關係 應該說的認知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這就回到 我們今天上一節談的一個題目 就是防風險和穩發展 要尋求這個叫動態平衡 因為在疫情打亂了兩年 全世界的供應鏈也好 現在資金鏈也好 其他的民營鏈也好 就是你的決策者 一定是要走在市場的前面一點 有前瞻性去提出 針對性的政策 去度過看到可能來的危機 謝謝洪輝 感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大家下年 晚上的2個月 greens防風險ん 會和櫻可以 iran水 我有貽 mak不可以 擁有 你說 凍 感谢观看